什么意思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我说两岸的问题 还是要从政治方面来看 会比较透一点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从520上任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处境 越来越艰难 结果9号他到了台中 去一个无籍三清总道院来参拜 说实话啦 在这种宗教场合 你就拉票嘛 对不对 跟广大的信徒讲话 讲着讲着 开始讲什么呢 他把大陆臭骂了一顿 然后说呢 请大家不要被大陆拐走 拒绝对岸的招待 宗教旅游 大家要自己出钱 不要受招待 为了国家安全 不要被拐骗 我们台湾又不缺那一点钱 然后人家主委呢 就在旁边陪着笑 事后赖清德走了之后 主委说政治归政治 宗教归宗教 我们有时候也纠团到总统府 去给总统府请啊 这话什么意思呢 总统府也会请我们啊 大陆有时候请我们啊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也在都做同样的事啊 所以在宗教 在一个宗教场合当中啊 突然之间讲这个话 我觉得也是 也是反映出他的心情啦 以及那他在上任之后 进行了大清洗 党内大清洗啊 那包括国内舆论的一些大清洗啊 新闻风向的大清洗之外 你看到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啊 最近不是不断的喊约吗 又有人说他买春啊 被抓到啊等等之类的假消息 他已经报案 还有在赖清德主政之下 我们看到两岸之间好像凉了嘛 这赖清德像一讲 大家还敢去吗 两岸之间过去的一些往来等等 那还能够进行吗 但是国台办8月8号公布了数据 今年1到6月份你看看 两岸人员的往来是 208.3万人次 同比增加了这个百分之 这是多少 99.5哦 增加了这个同比增长很大 其中台胞到大陆 192.8万人次 同比增长103.2 就同比增长了一倍 当然我必须让这有个大背景 就是跟疫情结束之后 暴富式的一个旅游有关 但不管如何啊 也就是说台湾人很多到了大陆 像是这位被认为是深绿的医师 苏伟硕 最近他跑到上海去玩 他在FB上写了一大堆 他说什么呢 上海很时尚 就算是把上海放到台北 也很有竞争力 他入境通关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 日云宣传的 你手机会被拿出来查验等等 都没有看到啊 我稍微请教委员 先问一下丽将军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 敷洋266号 还有这个被日本扣押这两条船 今天你不要问我怎么看 你要问渔民怎么想 对我们渔民会怎么想 其实渔民没有任何一个人 你不要说渔民 一般的台湾民众看 我们的政府说渔民错 大陆政府说要帮我们争取 小老百姓的心情就这样啊 不只是这两条被扣押的渔民 我想感受最深的 这种心里头最有感的是我们这些渔民 因为他们在外海捕鱼 然后稍微一个越界 尤其是扶洋266号 他根本只是说 那个地方还只是公海区域 对不对 只是中日双方都还没有划定界限 然后就被日本抓去了 抓去以后台湾一点都没有帮他讲话 甚至于台湾还帮日本讲话 说就是我们的船越界嘛 你就是越界嘛 你赔人家钱嘛 对我们台湾是这种态度 那这个大陆是什么态度 反正是大陆要替渔民讲话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上面 你要知道国家利益 一定是跟个人利益相结合的 我的个人利益一定 如果说国家维护到我个人利益 我才会效忠这个国家嘛 如果说是你国家不维护我利益 甚至于把我当做这个二娘养的孩子 那我问你 那明明心里怎么想 那反而现在不管是大陆发表这个言论 那会不会对这个日本来讲有所警惕 或者对这渔民移赴出去的赔款 可不要得回来 应该是要不回来 但是最起码他心里头的感受会不一样 觉得说我最起码还有一个大陆可以依靠 万一将来我在这个地方 被大陆渔船 被大陆海警团拘捕来讲 或者是追赶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人可以保护我 虽然说这个人不见得被我们当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政府怎么对我们渔民的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犯错 你被日本扣押 然后大陆外交部连一点抗议 一点声音都没有 立刻反而你看我们欠偿你讲什么话 你就是越界嘛 你就是要赔人家钱嘛 你这什么态度 但是我特别要讲 今天如果说这种事情一二再再三的发生 那大陆如果说是很强烈的态度 对这个日本的海警船来讲的话 那大陆渔民会不会很这个大大方方的 就到盗鱼台周边去捕鱼去 但我必须先讲 当然这个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在海上有相当的实力 大陆在外交在经贸上都有相当的实力 我有点怀疑一件事我问一下委员 因为说什么 说怎么怎么说呢 这艘船被日本抓 然后缴款这个货事 有一段时间了 那大陆外交部是突然在8月9号 发布这个讯息 而且我们刚刚讲 又是用这种还蛮特殊的方式去发布 按照我们对大陆的了解 其实不太说没有把握的话 不太打没有把握的仗 所以他在用这种方式 突然发表了这个讯息 看起来只是严正交涉 要求立刻纠正 我在怀疑会不会已经谈成了 某种什么成果 虽然我们的外交部 当然讲说什么中国无权顾问 无需要中国介入 但你觉得呢 之前的事情 那突然之间丢出来 当时最新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啊 并没有这个讯息 它是在8月9号 而且是以蛮突发的方式 给这个讯息你看到了什么 北京定位为自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那定位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人或台湾遗传 或者台湾的任何事情 如果是在海外受到了任何委屈 你大陆的任何外交单位 是要负起全责的 不然你叫什么中央政府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必须面对的问题嘛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他为台湾的遗传讨个公道 就是他作为中央政府 应该有的义务跟责任 不然你怎么以后 你就不要叫中央政府了嘛 对不对 这逻辑上是一致 法律上是一致 这个不是你的 我讲不客气一点 这不是你的好意 不是你的杀意 是你的责任啊 不然你叫什么中央政府啊 是 那因为台湾的外交部 相来不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 甚至可能又不是台湾地区的中央政府 所以碰到日本他就软了半截啊 因为他可能自己还是觉得是 台湾总督府的分布吧 所以看到日本人就 先生咧 开始我遵命了 是因为这个讯息 台湾也觉得很无奈 然后赖清德 我觉得大陆反应也太慢了一点 还是隔那么久 因为当场就要 那个因为外交部发言人 每天都会面对记者 早上的时间嘛 那一出来就是 就是说我们郑重 告诉日本政府 对于台湾遗传的处理 不符合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提出严重的交涉 对 要做这种态度的表达嘛 不管是对 对那个 日本是这样子的 台湾遗传有时候在其他的 国家还补育 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那在过去的确也有很多的 在海外碰到困难的台湾人 都是跟大陆的领事馆 这个球员 那他球员注意到 是一种好意 但是一种责任 也是中央政府的义务 他该做的 所以我是觉得 他表达这个是对的 而且是太慢了 对但是是因为这样激怒赖清德吗 我说在这个庙里面 你去看他的全文 赖清德只是小鼻子小眼睛啊 突然你知道吗 那个无极三清总道院 就是台湾道教的总坛 请问你台湾的道教的总坛的主庙在哪里 不在台湾 在哪里 在对岸 不然你说什么 这个道教是台湾道教 跟大陆道教没有关系吧 因为这些道教本身都是有那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祖师爷 跟那些的传承嘛 你是地极代的宗师 你地极代的宗师 这个台湾不会产生地带宗师吧 张三丰至少不是台湾人吧 所以他讲的是说不要接受招待 那奇怪啦 我觉得那个总道院的人讲得非常好啊 他来我们的请客啊 他也没有被我们统战啊 他有说我们就是台北让总统请客啊 对啊我来台北总统请客啊 对不对 总统过来我们也可以请客啊 那一样的道理啊 对岸的这个三清的道院来了 台湾的要做地址 所以在赖清德的逻辑当中 接受大陆一点点招待 我说到大陆去就会被拐走 对会被拐走 那这么多台湾人是怎样 都被拐走了 都被拐走 一下两百多万 一个月三十二万人都被拐走了 因为嘛 他说一月到六月台湾人有一百九十二 除以六不是等于等于差不多三十几万吗 三几万每个月三几万被拐走 好可怕的一个数字啊 不是啊 哎呀我觉得赖清德是有点紧张吧 赖清德没有自信啊 你今天到庙里面 他極度缺乏安全感 你是去参拜的 还是去做政治宣扬的 所以人家就忍不住讲嘛 政治归政治 宗教归宗教 大家一定一头雾水 你到我这边来讲这个干嘛 你应该是去参拜嘛 就诚心的参拜一下 讲几句祝福话 祝福台湾 祝福人民 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那你去那边讲这些政治话 让人家真的是看不清 第二个我觉得他就是很没自信 他没有无力 他无力感啊 他感觉到没有办法 他说我们台湾又不缺那一点钱 但他的逻辑很奇怪 台湾人因为那点钱被招待 就会被拐走 你讲这话不缺那一点钱 你是在讲什么 你是在瞧不起那些 这个去大陆参拜的那些人 你说你们就缺那么一点钱吗 你们都没有钱到这种程度吗 要到那边去占人家便宜吗 你言下之意不是这个意思吗 听在这些宗教人士的耳朵里面 心里是怎么想 对所以我觉得对比一个蛮强烈的数字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旅游的一个增长 到大陆民众的这个旅游的一个增长 那这个增长当然我觉得就是一个磁吸效应 因为两岸同文同种 那同样的食物同样的语言 你到大陆就会觉得方便很多 语言上面有障碍 交通上各方面很方便 然后还不只是我们 最近好多老外 因为开放了这个单边的签证开放之后 有没有你在这个抖音上 各式上面滑到什么土耳其人 什么法国人 英国人 到大陆拍的各式各样的视频 所以不独独是我们台湾人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